会产生一个booking ID 这个booking ID就是编号 这个编号主要的目的就是将来 如果我在后面下一个工作表里面 如果要查询的话 可以利用编号去找到这笔订单 里面的包含这个订房的人的名字叫什么 他住哪一个房间,住几晚 然后呢花了多少钱 这个price指的是那个房间多少钱 那总共因为几晚 那乘上他房间的价钱 就是总价 OK 所以基本上这一题大概分两个阶段来看 第一个如何产生编号 那编号部分的规则大概是这样 各位也可以参考云端上面我有放那个 就是他的规则 一 就是我要把那个hotel 前面在他b栏里面有个hotel hotel是他的全称 前面加上把全称 查询之后 得到他的什么呢 简称 就是他的简称放前面 然后加一个简 后面加上一个minus符号 加一个他的什么呢 check in的日期 不过check in日期 我不要全部 我要 月更日 而且要补 两个零 这前面有讲过 如果你今天不要年 只要月跟日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 用test函数 然后用mdd就好了 第三个的话呢 你住 几 山的话 这个地方 因为他是哪一天 check in 哪一天离开 基本上 这个山应该指 他住几天 不是住几晚 OK 比如三天两夜 那他就是 住三天 你可以把 check out日期 一定要check in日期 再加一天 因为check out 减 check in 是两个晚上 可是我要添嘛 所以你把它加一 那最后的话 你再串什么 再串一个他的名字 名字的话呢 后面也有 你可以看到first name 把first name给串上去 那就是得到最后的答案 所以这边有一个 大概的一个 题目说明 第1个是 饭店说写 第2个是 check in的月日 第3个是住几天 第4个呢 是他的名字叫什么 OK 那我们要怎么样产生 第1个 你会 可以看一下那个 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名称管理员里面有很多的清单 其中有一个呢 是hotel的detail 你把它给下面一下 这边有一个对照表 hoteldetail这个名称的话 他的名称在这里 查一定是查第1栏 他的简称在第2栏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第2栏的资料 带回来 所以基本上我如果要查 这个饭店的简称的话 那我可以插入函数 用刚刚讲过的有一个是那个 检视与参照里面的v入函数 那查什么呢 查 这个 他的全称 那我到哪边查呢 f3 去有一个叫hoteldetail 的一个 名称里面查 那我要查到的是第几栏 你可以点一下hoteldetail 看一下 第2 其实我要第2栏的资料 所以把第2栏资料带过来 那比对方式呢 输入0就好了 因为我要完全比对 按群零 那你会发现他的简称过来了 再来and 然后呢 给一个简的符号 简的符号呢 做什么呢 check in的月跟日就好了 所以and 打一个test txt 青瓜糊 check in的日期 后点 双引号 输入 nm dd 后面双引号 后面后瓜糊 好 打勾一下 其实你不用一次全部做完了 你可以先看看 是不是 缩写 加check in的月日 然后加住几晚 再and 一个 点的符号 再and 什么呢 他check out日期 减掉 这个check in的日期 check in的日期 不过要加一天 因为你减完之后是几晚 可是我要几天的话呢 就加一 然后打勾一下看看 是不是三 这边少一个 这边双引号 这边拿 放错位置 这边放在这里 一个-的符号 这边要小心 那个输入的and 串接符号 所以检查一下 and 然后把这个结果 输入 打勾一下看看 没错 然后呢 放不下 把它 展开一下 再and 就是一个 一样的 简的符号 一个minus符号 OK 然后呢 一样 再一个and 什么呢 把 最后把它的什么呢 first name 它的名字 放到后面去 按打勾 按的话呢 就完成了 这边好像还是少一个 银号 这边打错了 因为这笔电 有时候 OK 记得 双引号 然后打扣 OK 应该完成了 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那个booking id的设置 那做完之后呢 接下来 你可以反查 所以第2个部分是 它的bill list bill list 是 这个订单 那如果说我要查到它的名字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透过什么 这个订单 反查 这个id里面 那它的名字的话呢 基本上是放在 这个 sort name是它的信 sort name是它的名 所以你可以把什么 这边应该是第6 第6 第7第8 第8栏跟地球栏 带过来 那因为 这个公式里面 有一个booking 这个booking 实际上指 就是这个总表 那所以我可以 利用刚刚的对照关系 第8跟第9 所以你可以 利用那个插入函数 一样 用什么呢 用那个比数函数 帮我去查什么呢 查这个编号 去哪边查 因为编号一定是放第1栏 没有问题 如果不是放第1栏 那就不行 去 f3 booking 指的就是前面这个总表 里面呢 帮我查第8 第8就是它的信 比对方式的话 0 完全比对 它就帮你把什么 Romeo 插回来了 然后呢 中间and 再来一个空白 所以这边空白 然后and 再来就是 后面的信刚好第9栏 所以其实不用重打 把前面的公式复制一下 贴过来这边改成9 打勾一下 他的全名就出来了 向下填满 做几号房 看一下 几号房是 这边有Rome number 第6嘛 所以其实你可以 把这公式 加个等号贴上 把它改成6就可以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跟资料库还蛮像的 查第几来 那几晚的话呢 就是把什么呢 checkout 第5 减掉第4 第5减第4 刚好没电 第5减第4的话呢 就一样加个等号 其实把它贴上 这边改成5 这边 这边减掉 减掉4 所以也是贴上 这边改成5减4 check in check out OK 3晚 那 房价的话呢 怎么查 你可以在hotel的这个对照表里面 它有一个叫lookup 后面一个price 所以呢 在那个对照表里面呢 也会有一个对照表叫做lookup price 那 它的第1栏就是这个 缩写 减符号 加几号房 多少钱 所以呢我们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 串接吧 什么样的串接 把前面三个 有没有 这个booking id的前三个字 所以你可以什么 等于 用laps laps id里面的 前三个字 串接什么呢 创接那个and 你可以创接lun number OK 打勾一下 那利用这个 去哪边查 去 这个 用那个也是要 减 v路函数 去查什么呢 把它贴上 查 tablearray f3 它有一个对照表 叫做 lookup price 就是去查 那第1栏是 它的那个什么 它的缩写 方便缩写 加防号 然后我要查的是第2栏 把第2栏带回来 比对方式一样是零 这个时候呢 它会帮我把那个房价带回来 所以按向下填满 那你amount就是 等于什么 等于 即晚 承上 所以这边的话 承上 它这个房价 打勾 那这样的话呢 它多少钱 就做出来 所以 一个报表 也可以利用 未来 不见得是饭店业 也许 你们在做一些 客户 这些资料 的管理 其实也可以利用 类似的概念 这个概念 实际上跟资料库 还蛮像的 因为 时间的关系 可能讲的稍微 会快一点点 细节部分 我有把那个最后的解答 其实在 云端上面也有放一个解答在上面 所以如果要 看比较详细的部分 要不就是参考云端的资料 要不就是 我有把那个 整个动作 录下来 OK 那今天的话 就先